Hello 各位大家好 見到傑志的球員K 鍾貝奇 Hello 嘩 我都想問你很多事 我簡短地問 首先就是 我上次看Live 香港對菲律賓那次 見到你罰球直入 其實你那一刻 是不是都很有信心入球呢 那一刻是真的有信心 是自己親手把握這球罰球的 都多謝自己隊友爭取到這個罰球 那一刻其實沒有想那麼多 純粹覺得那個龍門站的位置 可能有些位置有一條縫可以射 那我就有信心去射 真的瞄著那個角落去射 當然入了就真的很開心 那一場球其實大家都踢得很好 那整個香港隊兩場球 你覺得我們的表演如何呢 我覺得第一場可能對尼泊爾 因為始終我們由香港 坐了那麼久的飛機再過去 其實第一場 你問我整體上其實都不差的 但是因為可能第一場比賽 可能在香港對過男生 各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體能上都不差 但是可能在磨合上 或者各樣東西 或者加上有些年輕球員 那其實他們可能第一場的比賽 真的很緊張 就是你會見到 其實他們不是不行 但是他們真的緊張到自己 可能給自己太大壓力 令到自己做好多東西的時候 就會沒有了信心 那當然去到下半場 短片或者的時候就會 就是我的身分就會激勵他們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那麼大壓力 還有都希望他們做回他們應有的水準 因為其實很多年輕球員 其實他們本身真的不差的 那去到第二場 就是對菲律賓 那我都跟他們說 因為我們要贏球才可以出線 那我就在賽前 甚至在半場或者出場之前 其實也跟他們說 就是我要贏球 我不要輸球 我一定要贏 都要贏得好看 輸都要輸得好看 我要拿到這三分 我要出線 就是希望拿這三分 激勵到他們 那至今對菲律賓那場 其實真的踢得很好 你見到大家都是最後 就是體能上輸了一點點 那最後兩三分鐘才失球 那其實你會見到到最後 大家的上上落落 就是你見到大家很想贏球的 那個心態真的在這裏 都做到教練部署 也都球員做到自己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 就是做得不差 比賽完回來啦 要隔離了 那你覺得 奪運呢 辛苦不辛苦啊 很辛苦 因為都隔離 就是回到香港要隔離14天 那其實在酒店裡 酒店的空間一來不大 就是純粹得條辣 得條小巷 那純粹可能自己做一些工作 但是就是跟在外面球場做 一定是不同 因為那個心肺上 環境上都很不同 那在裏面純粹就是做一些 瑜伽 就是很輕鬆的 的練習 那其實你問我體能上有沒有工作 是一定有的 因為我出來 我跑了一陣 我都覺得很快很累 那會見到一個差別 但是當然啦 都很幸運在聯賽前都還有一段時間 給我們準備 那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考驗啦 當然啦 在隔離期間 那其他的隊友都有自己去做一些健身的 那我覺得 這個是很講致力性的 每對球會都可能自己會有人會帶 或者我們自己有些想做的時候 都會一起做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他們其實很乖 是的 那這樣結智呢 那今年都有一些轉變啦 換了教練啦 也都球員有一些走 也都有一些加入 那你感受得怎麼樣呢 那今年就轉了張sir做教練啦 那其實可能和以往missi的風格有些不同 因為以往missi我們都跟了這麼多年 其實兩個都有一些不同的踢法 missi可能偏向我們保守一些 但是張sir這次來到 就真的變了好像當我們是男生這樣踢 那兩個其實都好的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風格 我們都覺得兩個都有不同的好處啦 那今年張sir做教練啦 那可能在配合上 甚至有些球員其實以往都有跟過他的 那我就今年第一次啦 那其實他那個playing style啊 各樣東西其實都 開始慢慢掌握到啦 那還有今年都有些新球員進來啦 那尤其是可能有說韋琪加入啦 那有些就是 還有一些我們這些年青球員升上來啦 那我們今年這對球呢 是多了很多年青球員的 那但是可能大家那個能力上 可能會有少少參差啦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心態上一定要做得很好 就是一定要 無論自己覺得好不好都好 心態上一定要贏 就是不要經常自己打低自己的信心 就是自己經常都覺得輸給別人 都很感謝今年 就是極致有這個半職業的 謎啦 那令到我們就是練球的時間多了啦 那些球員都投入了啦 就是付出的時間也都多了 那所以令到我們可能練習上 磨合上的事情都很快就掌握到啦 你自己對球的期望是怎樣呢 我首先希望可以做到教練的部署啦 就是還有都希望 踢到極致的一個style出來啦 希望我們今年聯賽可以贏到啦 爭取到冠軍啦 那當然今年你都知道 多了很多隊啦 也都球員的變動上都很大啦 那你問我競爭都會 跟以往一樣都會很差不多啦 那真是不可以鬆懈啦 就是其實只要你一鬆懈 其實其他隊都隨時可以超過你 其實在甲組那幾隊的實力上 都真的很平均 就是沒有說誰特別強 誰特別差 其實沒有的 真的大家都很平均 那純粹我想在球場上 看一個發揮 那一下是表現性的 嗯OK 好啊 那謝謝鍾被騎 阿K 接受我的訪問 亦都希望你 又不是傑智 在未來的聯賽那裏有好的成績 謝謝你 Thank you 多謝多謝